吉普乔格如愿以偿地获得了2022年柏林马拉松的冠军 顺带把世界纪录给破了 足足提升了30秒 代价是他的腿有点酸疼 上领奖抬的时候抬不动腿了 微笑是他的语言 也是他解决疼痛的方法 赛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的身体依然感觉年轻 但最重要的是我的头脑 他也感觉新鲜和年轻 很高兴打破世界纪录 再问到明年的计划 他说 让我们再计划一天吧 我将庆祝这个纪录 吉普乔格会完成大满贯最后两战吗 对于比赛时的感觉 他说 我没有对自己做出限制 在38公里后 我知道我有能力打破世界纪录 当时的情况很好 活动组织的也很好 我们不妨从比赛的画面及收集到的信息 来总结他获胜的原因 一是失效的赛前计划 他透露 赛前订的计划是前半程用时60分50秒 后半程用时60分40秒 在10公里过后 发现状态非常棒 于是试着让兔子提高配速 原来的计划并没有去执行 前半程竟然跑出了59分51秒 他也一直试着以破二的速度继续前进 甚至在26公里后还在加速 但在27和28公里时感到有点疲惫 他说 我跑得太快了 肌肉的能量在消耗 所以他又把配速降了下来 即便如此 他仍有打破世界纪录的决心 二是给力的兔子 三名兔子来自肯尼亚 他们是莫斯科赫半马PB59分31秒 诺亚基普坎维里半马PB60分52秒 菲利蒙基普里默半马PB58分11秒 他们备受关爱 基普乔格几次把自己补给给他们喝 即便是半马成绩在60分左右的兔子 也遭不住这样的高配速 最先表现出不舒服的是科赫 接近半程时 身体重心开始不稳 但他们都坚持到了半程级10点 基普里默甚至把基普乔格带到了25公里处 功不可没 三是主办方组织给力 赛道上也画出了最经济的蓝线 确保不多跑一步路 引导车后面的位置 还有完赛时间提示器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2019年 贝克勒要是有这个设备 他最后一定能抢出两秒 也就不遗憾了 除了气温和湿度适宜等原因 柏林的赛道也是世界上最快的赛道 观众及热情又有秩序 接到两旁甚至都没有护栏 观众加油助威也给了他很大的动力 整个比赛 没有出现类似引导车 带错路等组织上的失误 四是给力的补给 我们注意到基普乔格 在每次去补给的时候 是专门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为他服务 而且 每次在柏林比赛 都是由他来负责 每次都完成得特别好 没有出现失误 五是给力的装备 基普乔格在这次柏林比赛穿的鞋子 是Alpha Fly Next%R 也许只有世界冠军才能驾驭 写好不好 他最清楚 反正打破世界纪录了 戴的手表是高持的PACE2 超轻 当然 这些客观因素 也是建立在他个人硬实力基础之上的 扎实充分的训练 低调谦逊的人格 过硬的身体素质等等 会进到一起后产生巨大的威力 成就他四次柏林马拉松冠军 两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往夜 当有人问他是天赋型选手 还是勤奋型选手时 他说 我两者兼有 有天赋也很勤奋 如果你不勤奋的话 空有天赋也无从施展 虽然我有天赋 但我通过勤奋训练 来推动我的天赋 反之亦然 吉普乔格打破世界纪录后 切普特盖第一时间发出动态 人类没有极限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祝贺你 你的每一步都是鼓舞人心的 柏林马拉松确实是一个打破极限的地方 而贝克勒则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你不救了孩子 你在哪里 你不救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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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 你不救了孩子 福尽 你不救了孩子 你不救了孩子 自己带